因为不可能平白的去封一个账号 那肯定是在 什么了不一样 一个月封我三个号 跟我说我我违反什么了 我违反什么了 对不对 他妈比新华社还造谣呢 人民日报不造谣吗 我就看到一个图片 我转发就造谣了 我知道先生 这个也给您带的不便 我也给您说声非常抱歉啊 先生 我跟你说 我对你的啊 你不要生气小妹 好吧 我也您说 但我觉得从事公司作为 所谓的中国最牛逼的高科技公司 一点良心没有 良知没有 人性没有 完全就他妈的狗腿子 你告诉马拉托 马拉托不得好死 我会起诉他的 放心吧 好不好 这给您带的不便 我也给您说声非常抱歉先生 我对我的花火 然后因为你接电话 我就乱干了 我已经打了三只电话 再打进来 你们的电话呢 我也理解 可能很多人打电话 哎呦打个电话 全部是语音 123-567-890 警号键什么烂七八糟的门间 我就随便让你个键 打通了 非常感谢你接我电话 但是我就想马拉托 为什么一次次封我微信号 我他妈都没说话呀 他马拉托他妈呢 他吃饭不放屁吗 他不说话吗 共和国宪法怎么说了 第三个五条 中国人民 中国公民啊 其实没有公民 居民 我们都居住在中国 有说话的权利 言论自由 马拉托有什么权利 偷窥我的微信号 他又不是我好友 马拉托老婆要上厕所的时候 他家里被饼干断了一个监制器 看马拉托他老婆的白黄的屁股 马拉托怎么想 他生气不 他是人不 腾讯公众有什么权利 监督全国人民 每个人都说话 他们要脸不要脸 那我能问一下 您的这个账号 一般的使用的用途 您是涉及到哪方面呢 我的用途 微信 是你们开发的 不错 但是 我们下期见